然后双方在最后一轮的这个BP应对 也是进行了一个博弈 就是AR看到对方出船长之后 选了NEC 但对面的话 船长最后是摆到了三号位 选了一个中单的圣堂刺客 对 但是我觉得对于AR来说 这个狗出的是非常出色的 无论是打到中后期 面对这个算是肉贺的一个CK 还是说线上应对 你摇摆过来的船长 我觉得压力都不大 是的 总体来说的话 BB是选了一套非常凶的一个中期发力的阵容 然后AR的话呢 其实中期战斗力也会比较强 这两支队伍的比赛一定会很好看 对 这一盘的主要关键点 我觉得还是在于 Mayby这个中单NEC的一个对线情况 是的 他如果能够在前三级去比较好的压住GPK 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舒服 但是反过来说 盛藏刺客打这个线也是可以打优的 对 应该说AR和BB是目前这个版本 为数不多的两支 还是在以中路为偏核心打法的队伍 然后他们两个人正好在这一轮又撞上了 应该说也是一轮宿命对决 不过看起来的话 AR这边还是有一个优点 就是FI他前中期可以去帮助NEC去搓的这个TA比较难受的 对 对吧 其实AR的上路线我觉得会比较难 对 变对的是一个CK 包括整体而言 他们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前中期是靠海明的率着行家去打输出 但是有凤凰的这样一个存在 所以说相对而言会比较难 是的 现在是刚开始的话是先暂停了一下 之前的话我们也是听到了对于的一个采访啊 就是我所说他们是比较看重帕格纳的这个点 对 最近的话确实大比赛后期一些比较热门的辅助英雄和carry英雄跟之前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说很多战队都重视古法这个点 他是一个能够在优势转胜势之后帮助团队能够快速拿塔的一个英雄 因为强队的话 他其实在自己处于劣势的时候 他的B战能力是很强的 然后地图又很大 优势方想在这个图上去找人很难 但是你塔是动不了的我有个古法我就可以盯着塔来打 效率比较高 而且古法的推塔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本作为一个五号位来说 对 算是一个比较无伤的推进 然后昨天的一个单日热门英雄应该是蚂蚁 其实我们看到了大哥蚂蚁的多次登场 包括今天其实也看到了 就刚刚一个B战还有 对 但是蚂蚁这个英雄的话 感觉还是一个在目前版本容错率比较低的英雄 他比较考验选手的刷打结合的能力 是的 而且最好来说大哥是蚂蚁的话呢 最好能够再配合一个三号位能够转合的英雄上不会比较好 这边的话下路服没有抢到 那BB三服开 下路Pure是拼手速多抢了一个赏金神服 下路这个线作为小狗来说还是很舒服的 对 可以看到BB的作业还是比较的保守 两边除了中路给现眼之外呢 BB在自己的主野区很早点了一个高抬眼 对 MAYBE这边第一波兵卡得非常出色 这个对线前三级在GPK 折光等级不是很高的时候 是能够去压制跟消耗他的血量的 对 但是折光等级一高 基本上你的死亡脉冲对他就没有伤害了 GPK想保这个正补 走位还是吃了第一波的死亡脉冲 而且正补没有拿到 MAYBE再去压血量 这一波对线非常的舒服 是的 NEC先到两级 塔下三个残血兵 GPK应该是只能补到一个 这个兵还可以加血毁一下 非常棒 漂亮 到两级 缺折光 有折光之后 时尚刺客的正补还是比较好保证的 这边是两个残血兵 一阵一反 中路拼的还是比较激烈 应该说NEC还是在一级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下楼这条线不出意外的话 AR应该是优势的 对 小狗是一个战线比较稳的carry 然后天命的话也是尽量去消耗对面 已经是把篮爆空又吃了芒果继续在消耗了 尽量压低船长的血量 可以看到楼也是框了个毒球啊 直接运过来 也是想在这条线上取得相对而言的优势的 小狗的战线能力很强 他想打得尽量凶一点 帮古法创造一点 能够形成现场击杀的机会 是的 他如果不出毒球 其实这条线他们可以优 但是很难出击杀 对 上路的话也是AR昨天所使用的一个非常强的肌肉二人组啊 但是这一局对位对到了 是一个战线能力同样比较强的CK 前期包括摔角行家的一个普攻伤害 也会被烈火精灵大幅度削弱 是的 可以看到老东京他已经是用真言解封了自己的小野点 这样他们是有小野可以拉的 这样FY除了现场之外 还要去兼顾一下凤凰的一个拉野 凤凰这里准备去拉野了 这里抓了一个凤凰去拉野的timing想对CK动手啊 但是还是比较难啊 CK体质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半血CK目前 上前版本的一个混沌一击啊 很快就可以吸回来 对对于CK来说只要兵线进塔有被动 A几下打完这一波刀基本上就满血了 只能是到野区打打小野 对没有办法去冲塔进行一个消耗 这个走应该是学了隐匿吧 对非常凶啊 打NEC学了一级隐匿 因为中单NEC前面基本上也不会追魂护照 关键是等级一高就没有破折光的能力 可以看到放出死亡脉冲的时候就直接开折光 好下路小狗已经是拿到了毒球 但是加点的话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两级盛宴 其实进攻性也不算很强 而且想配合古法去杀人难度是比较高 对方血量危险的话可以直接TP 只能靠他的大毒球了呀 对 大毒球应该已经购买了在运了 打了一个先手的红流消耗没有命中 想补远程兵抓住你想补远程兵的timing 又是萌萌的消耗了一波 但船长应该是拿到了三分钟的莲花 状态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也是先买了一个锁甲来占这个线 反而是等级高了以后 这个水刀如果能A到古法的话 古法这个血量有点危险 我要是古法要注意 对 小狗可以吃水刀 但古法最好能够避开 又是一个水没有水到人 他这个是预判楼想补骑兵的一个水 但其实楼也非常聪明 这波古法是中了水刀 再挂一个导弹 两边互拼 古法是率先交出一血 然后皮尔很冷静选择了一个TP 上路这边同时动手 但是Nead4本身英雄的胜伴有点硬 是的 这一波天命的话 其实他就是想死了 但是送一个一血还是有点亏 他应该是跟对方想拼 最好是能够形成一换一 最好自己拿一血 但是Pure这边的一个判断有点准确 对拼起来的话 只要看血量交TP BB这边应该是比较容易跑的 不过我觉得他还可以接受吧 毕竟你船长是TP回去的 嗯 古法这一波顺势来上 但是凤凰很有经验啊 他是留了一个飞没有被打断 这样的话古法在上的信息 也是被BB所知道了 我这个线下路小狗 确实压力不太大 对 M来到上路之后 坐门又回去了 中路对线NEC跟圣唐斯克 基本上是一个55开 他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是的 打了一个反复横跳 还是想杀DF 但是冲塔杀CK的话 这波自己状态比较差 而且CV 炸弹人转过来 爆火起飞 秒一下再取消 再往前追想爆古法吗 这一波的一个瞄准出击 非常精准 CV的绝火炸弹 帮助团队上路又完成两个击杀 刚才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是BB交了一个扫描 嗯 他们确定了古法没有走 所以应该是有一个提前的沟通量的 是有所应对的 CK的站位比较偏塔下 然后炸弹人来的比较及时 来中了 6分钟的一个神斧 想利用NEC的大招 这波来的比较早 炸弹人的话 也是在上路的河道观望 AR是人在上半区 然后上下河道都有眼 然后BB的话 主要是看上河道 一个隐身 炸弹人直接想 海明吃了 但是踩着对方的真假眼往前走 这个行进路径 BB是知道的 这波是海明方中上路被击杀 然后中路看一下隐身海明想找成长刺客 冰天风筒需要先破折光 然后再跟死神镰刀 原地学了一个隐匿的情况下 古法来了给了一手真眼很关键 交战还是斩损了几PK 这波FI的技能师傍非常的漂亮 他是没有被炸弹人的爆破几倍给眩晕住 这波击杀胜之后可以顺势配合自己的车推塔 对 古法到位也很关键 因为应该没必给了信息说 圣堂刺客是学了隐匿的 需要一个有反应的辅助过来 而且我感觉BB是看着这个海明吃的隐身符 对 他可能没有想到会到这么深的位置来强行动这波手 对 炸弹人觉得能蹲救他 他说兄弟我有悬晕 你不用怕 但是被FH一个雪球非常漂亮地躲掉了 对 然后七分钟这个天命的走位又非常的妖 想过来偷服 来的时间是刚刚好 应该是偷到了 漂亮 AR空到了双智慧神符 单挑你打不过的呀 赶紧跑吧 save 把人赶走 自己TBC地弹可以走回来 要小心船长从那边包啊 船长要包夹了 看一下天命能跑步 这个位置感觉有点难了 一条小道 被标注 但是这波肯定是赚的 对 跟智慧神符一换一可以接受 问题不大 对线机结束的话 在中路打完的情况下 NEC我们可以看到是压速的圣堂刺客 对 下路的小狗确实也是无解肥 目前来说上六差一丝这个线就有点没有办法 主要是对线一个CK确实顶线能力太强了 他这里可以给大锤让点惊艳 让破晓晨星早点到六级然后打开边路的节奏 目前NEC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AR整体的一个进攻性可以放缓一点 对 再看一下八分钟的何道福 上路双倍 有贴了一个陷阱也看到了 双倍 没必大招快赚好了 看一下他们下一步的选择 上路BB应该是三人包夹 法律斯非常危险 对 因为他们眼位看到了海明去控辅 知道这个破晓晨是落单的 对 而且有一个线眼点在这里 但是动先手的话只能是CK来动 法律斯走位很小心 非常靠前 那是有点明显其实 到了破晓晨有六 有六就有传游 身上有个莲花的情况下 没有选择强动 本身是想动的 因为NEC交了飞鞋 但是船长的走位也很谨慎 有向位鞋有传游 动手的时机不是很好 主要是这次大锤还没有到六 不然可以尝试强动一波 Netfor马上闭张 提前开打 还是想啊 这波眼位是完全看到了大锤的一个行进路线 直接跟着眼去找人 上街重锤一个反向拉开 这个位置 BB虽然说知道但是要走过来 还是要浪费很长的时间的 这波查理斯应该可以安全的踢回去 反绕回到了自己一个有眼的地方 点观察者 不是很着急 差一个兵到六级啊 他有点想混这个兵的经验藏在树林里面 那这样一来又危险了 哎这种中路 TA是拿了一个杂技玩具小跳步走开了 查理斯差一个兵的经验到六 想混的这个经验似乎有点混不到了 被CK跟炸弹人找到 找到的话应该是 爆破起飞瞄一下 稳稳命中 自己二级能是带CD的 CK马上有混乱之剑的CD 打出一个一秒晕 带走 就差一个兵的经验没有办法 对上路的话 BB有一个比较隐蔽的塔前也能看到很多的信息 下路AR双合合体 过来推下对方的一塔 又是先手到了 CK混乱之间打上 但整体的话输出第一天不足 主要是爆破起飞在CD 中路GPK利用陷阱减速 是完成了一波对古法的单杀 再控一个奥数符 节奏非常的舒服 对前期打完的话 经济是相对而言比较持平的 但是BB这边确实人头比较多 主要压力是集中在上路的查理斯身上 对 现在其实对于AR来说 NEC有大招飞鞋 包括查理斯有大招 他们的全球流志愿能力是很强的 他们目前的一个开团就比较依赖GR海明 海明和古法都没有到6 这个情况下 他们可能需要去等待降游到6 要么就直接带着双净游酿一波 最好是海明到6之后 他的一个先手定位 定位好之后 让大锤天光现实降临 再配合NEC飞鞋交斩 之前7分钟AR吃了双净眼神服 应该快了 比较保险的就是像这样 NEC进野区 然后双净眼再中路蹭一下 老东晶因为上路线比较优 在没有吃到今天神服的情况下 也是已经到6了 或者说等小狗运到B张 带狗打我觉得也可以 这盘试魂鬼整体的一个输出环境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还在找地方蹭经验 左眼扫图找一点机会 现在BB整体还是比较偏缩的 狗这个位置顶线顶得很靠前 但船长站位还是很靠后 同样大锤也是不太敢漏 在败者组的比赛 两边打的还是比较谨慎 线上都没有人漏信息的情况下 基本都是在自己的半区 十分鬼是因为本身就死不了 而且这里有一个AR的野 对 BB这边的话 主要是忌惮对方有一个天光线 适合飞线NEC的支援 所以说BB打进攻是会比较困难的 对于BB来说 他们是现在想打的话 可能比较依赖CK 对 看一下12分钟的神服下路一个恢复 这一局没必得NEC选择的是一个 出吹风 对 吹风的话可以规避掉对面团长的标记 包括炸弹人的爆破几飞 对 他是一个偏打拉扯的出装 跟CCNC那种龙心又不太一样 我们看到BB这边船长及时到6级的话 也没有太多进攻欲望 因为他们确实也不好杀小狗 又是一个先手水 他们这个阵容是拿小狗没有什么办法 然后AR的双辅助还有一定的救人能力 包括双核的支援 所以说BB是不会动手的 主动权还是在AR这一边 海民下路已经混到6级了 经济其实在慢慢往回压缩 在对面有盛堂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经济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来了 AR是找了一波成功率很高的进攻啊 应该是小狗有必章 加上6级海民的一个三人开悟 他们想做门去上路包Nightfall 对 但是BB好像提前有所防备 后面是蹲了一个有大的凤凰 Nightfall往前推线 同时也是反包围了查理斯 爆破起飞先手 但是离塔的位置很近回头了 这一波AR往前追 有没有先手呢 看一下海民的血球 强行往前滚 这个距离有点远 Nightfall开大反打 运阻海民 天光先是掩护一下 这里Nightfall的血量很低 应该是要被击杀 CK先死 但是TA的输出还是比较高的 换掉了一个巨牙海民 凤凰变蛋落地 净益选择 TP大神一刺 又说斩了 原地直接斩死了圣堂 这样没弹的凤凰应该也是很有危险 是的 开启向威胁跟狂暴 天明已经提前打赏了 吹风留住 吹风定位 阻断凤凰一个想飞下去的想法 这波是打出了一波成功的一换三 对 BB这一波 想通过一个包后 先行击杀查理斯 但是螳螂不斩 黄锐在后 对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开团 大锤的天光线 是战斗力还是非常强的 对 CK本来想动手的 结果突然发现身后窜出一只小狗 赶紧被迫跑路 但是FI的整体的流人质量也很高 对 刚刚应该是极限距离流到了CK 是的 非常极限这个位置 CKTA过来想反打 查理斯这个天光线 应该是一个完美护团 这波打了一个一换三 但是这波没有技能 看一下这个上塔 BB好像还想守 凤凰过来稍微骚扰一下 其实是不守的 对 CK这种英雄其实是比较惧怕前中期阵亡的 对 比较怕断自己的节奏 他最好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打刷节奏 这一局的话 MAYB的NEC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打刷节奏 对 他的一个整体的出装也比较多功能 现在对于AR来说 只要NEC和破晓晨有大招 他们就还是可以继续来找机会 他们前面开的物还是比较少的 而对于BB来说的话 他们三合可能需要更多的装备 尤其是圣堂刺客吧 其实CK这个时候完全是能打的 但是刚才圣堂能提供的输出 真的非常有限 对 这一局感觉中单圣堂刺客 他的魔晶可能会比较关键 对 两边中单的魔晶都很关键 NEC15分钟直接买出了自己的魔晶 然后小狗的话是在B章之后 转霍药的一个阶段 面对对面的双物理核心 霍药其实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是的 这一局其实狗的发挥空间很大 很大 他是既可以处理凤凰的变弹 然后也不是很怕船长魔晶A仗 那一波的洪流浪潮 对 他玩的一个整体的区域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直是在BB的半区的 无论是像五分钟之前 在对面的三条区 包括现在 对 他就是明着露给你看 就是处理不了他 是的 就意味着他的一个打钱空间 是比对面好的 老东京的凤凰一直在上路露线 想帮队友打一些信息 然后BB在刚才接团接梳了一波之后 应该现在是主动选择B站发育的 目前还是想避开对方有破晓成型支援的一个大招的团战 因为FY这边本来光的是跳 但是在上一波打完之后 应该是身上突然多了许多鞋 想先出一个点金手 然后中期的话 AR也是可以稍微对刷去过渡一下 因为这一局如果小狗和NEC双合都保持经济领先的话 往后打他们也是完全不怕的 而对方BB这个阵容 其实是一个偏中期成型 中期强势的阵容 对打到后期 他们首先需要装备 这把面对AR这个阵容 是需要出否决的 要的装备很多 对 上唐刺客的话 也是跳刀之后 选择直接出暗面 没有想出魔镜来打架 战斗力其实是不够的 除非你先把查理斯秒掉 你想杀这个狗 一定需要先击杀掉破晓神经 不然破晓神经开大 基本上对狗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对 下路可以看到 打前和顶线的位置 其实都非常的深 就是突出一个拿他没办法 这一盘也是在吹风之后 直接选择西瓦 那这样一来 NEC出到西瓦 小狗出到辉耀 这波我觉得整体的 对于BB这个阵容 还是很克制的 是的 这两个大剑更新之后 对于AR来说是一波强势机 因为F2的海明 他是装备选择了点进手 所以说这段时间 AI也是主动稍微放缓了一下节奏 对 他们根本不急 他们就在打自己的一些 大剑关键装 两枪牛就跟着小狗 因为只要一旦 枪牛蹲着小狗 小狗基本上就死不了 对 现在AR地图上 整体的进攻演示 也做的也是比较好 BB这一波的话 TA暗灭加 扎弹人大骨灰 应该也是一个装备的小强时期 应该想组织一下进攻了 纯队刷有一点被动 他们应该也感觉到 自己往后打不是很稳 肯定不稳感觉 在上楼做一个集结 但是又不太敢 直接去逼这个上一塔 对 就是BB是有点想打 但是又找不到一个 特别稳的一个开团点 塔下的这个大锤 想打先手水吗 标记三连 大锤看人家 有没有队友支援 共黄直接变弹 这一波似乎是没有人支援 查理斯应该是被卖了 楼在推下路二塔 这个下路二塔 如果能推掉 其实是不亏的 对 上路还是给BB找到了一波机会 两边互换塔防的话 这个二塔应该是可以推掉 那这样的话是 查理斯换了对方一个二塔 可以接受 而且上路想接的 他知道凤凰没有弹 对 上路一塔甚至没有被推掉 是的 BB杀人之后的推塔 其实比较慢 因为大哥不想来推 都已经打钱了 无法带走 直接走过来 找炸弹烂人 开摩缅 粘住 带走 这一波的整体 击杀质量明显是 没有这么高的BB 对 AR的判断还是比较清楚的 这一波是不救大锤 但是下路可以破二塔 而且对方上路推不掉 感觉AR现在主要还是在 保双合的节奏 就是让NEC跟小狗 保持双合无解肥 哪怕大锤穷一点 打功能性应该也是可以的 而且NEC马上就能拿到 自己的一个兵架 楼上路接着顶线 他玩的区域 永远是在对面的二塔之前 对 刚才这波其实效果 就非常出色 他顶线的一个效果 就体现了出来 刚刚NEC这边 虽然有B张BKB 他的一个整体战力 是比较强的 但是他们不敢接团 而且对面玩的区域 比他们大太多了 小狗继续带队来B2塔 这一波想打 红流接晕是晕住了 再加一个保护起飞 三连晕 小狗是开除魔免 再切B张 想走 中了标记 等魔免结束再拉回来 标记对魔免的一个限制 这一波体现出来了 下路的话 是找到老东京的一个凤凰 完成了击杀 但是上路这个先手控 打的确实很漂亮 是的 是一个先手的盲水 盲水之后 小狗没有想到 他确实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被水起来 水起来之后 接上一道控制 他是在被水起的过程中 拉回来接了晕 然后又接爆破起飞 等于是连接了三段晕 残血的话开不便走 但船长很冷静 用标记把他最后又拉了回来 好消息是 刚才这段时间的人头交换 未必是更新到了西瓦 带波 他的一个参战能力会比较强 是的 刚才小狗单推了下路二塔之后 上路这一波是 推的有点大意 被对面抓了一波机会 后续的话感觉 AR的双核可能需要合体一下了 等一个查理斯BKB也可以 启动了 这波是NEC带双辅助 找到人的话 大锤是可以降临的 但是对面的人是避开了自己的主野区 因为上路小狗露线 BB判断对面上半区集结的可能性比较大 上路升堂收线也是有酱油在蹲 这波应该要扑空了 对这波开悟没有扫到 看下能不能推二塔吧 就是上一波小狗偏单推塔没有成功 这波是开悟护塔来推 上路应该是标记自己 有人是船长回来之后标记自己 NEC有吹风 但是标记的时间还是比较久啊 没能完全抵消掉 但是塔还是推了 吹的稍微早一点 但是问题不大嘛 对 因为这个没办法 你如果不吹的话 他可以先回去 对然后又扫描扫到打盾 对 呃这波是有点偏偷盾 想打一个转移 看一下AR是否来得及 暗灭加CK大打的还是比较快的 这里NEC先到位 狗也来了 对方高抬是有镇假眼 但狗是个惊悟的状态 先点眼 再放冰片 炸弹人爆破体位 直接堵路 C5拿自己的命 帮队有争取时间 让TA是空到这个盾 能走吗 标记了NEC先着他追人 然后TA跳走 老东京卡到一个位置 选择TP 这波AR后续追击 似乎有点缺控制 刷吸瓦 用魔晶的死亡搜寻 强行留住CK 但是CK是有BKB的 船长再放一个洪流掩护 或者是海边还在追吗 再往前看一下没有冰片 带着我过来一个冰片 封住 流出了没有盾 NET4 大锤再降临 NET4是死透 这波BB打盾打得比较坚决 C5先是用命去换了 胜长拿盾 但是后续的一个撤退 没有撤走 对应该说AR追的也很坚决 对 他们是靠西瓦的减速 靠西瓦开始也加NEC死亡搜寻 然后把一个9秒BKB的CK 活活给追死了 这个盾其实掉的就不亏 对AR来说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对 而且这把的进攻节奏也是比较快 选了古法之后 他们一直在找对方的防御塔在打 但是这波推塔我觉得要斟酌一下 是的 对方CK快要复活 而且TA毕竟是个有盾的状态 在中轮复了一个集结之后还是算了 捕了一个飓风场几 下一架准备出一个魔晶 这局其实圣唐的魔晶 对于AR的双辅助还是一定限制能力的 台武找点小节奏看一下 中路路线的是一个戴顿圣躺 站了对方的三角区 也比较小心幻象顶线 现在AR的人不露线 BB的人还是比较谨慎的 中路就让戴顿TA漏 够给你动我的手 船长来了 远处标记到了古法 直接是给了三连吗 给了一个二连加一个潮汐波推过来 但是没有推上高坡 但古法这个位置还是有点危险 一个爆破起飞再断一手 虽然说虚忽了自己 这里狗的位置有危险 直接是被船长红浪肠晕起来 被TA秒掉了 这样的话 NEC吹风自保 最多换战的人也没有成功 开优魂护照 一个潮汐波没有推到 但是有标记 小控制非常多 这一波A压人也不是很齐 BB找了一波机会 这一波的话 古法是在侧面被船长标记到了 小狗想去掩护他 对 他往这个高坡上走的时候 应该是被水盗又接上红浪亮潮 根本就没有醒过来 是的 他想走过去掩护古法 但是被圣狼刺客打古法弹 然后自己又被控制 然后自己也阵亡了 动不了 这就是船长在这个版本的一个强势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波的回放 楼的一个走位是想掩护古法的 是的 测译古法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比较难救了 一个洪流浪潮 小狗几乎是一个被无限晕的状态 加上凤凰应该后排有个猎人制考的伤害也比较高 感觉是比较倒霉 就是洪流浪潮的第一道 他刚好踩到了 对 打了一个连水的2点碰的效果 而且这一波是海民不在 大锤没大 本身人也不齐的一个状态 哇 皮尔直接飘起来了 这一波船长的这个技能combo能够击杀有魔免的小狗 对他来说确实感觉很有成就感 不过海民应该是已经跳了 下一波的话 有一个海民跟小狗的双切入进场 我觉得整体的爆发配合NEC的展示能秒人的 是的 其实AR这边也是比较需要去抢先手 对 等盾消 盾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这段时间其实对AR来说可以刷一会儿 没那么急 但是控盾加一波小团胜利 现在BB的经济也是反超了三千 老冬金的这个宝石带得非常的早 要扫一下自己半区的视野 想用这一分半钟的时间 尽量的去压缩AR的视野 无法是自己出了一个滤杖 FY下截也在出吹风 面对对面这种高爆发阵容 确实自保装会比较关键 对 只要能扛过对面的CK大招 包括船长的红灵脑巢的第一波 拉扯起来的话 AR我觉得在小狗包括NEC 都是拉扯比较强的英雄其实 是的 小狗和NEC是打持就战能力比较强 这一局楼的话是一个分身辉耀小狗 它分散代线能力其实也是比较强的 分身辉耀狗打圣堂刺客非常好用 中路还是紧接过来 想逼这个中路二塔 但目前BB的盾还在 二塔应该是不会轻易放 他们现在装备其实也是不落后的 圣堂刺客直接更新 否决针对NEC再配合CK的血迹 BB的这个双核的出装 合体杀人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 对 但是GPK这个出装 其实被先手到基本上就也会死 所以说两边的这个出装和阵容 都是抢先手的阵容 20秒钟 BB想利用这个下锅打起来 这个盾肯定是没了 但是他有否决 有否决加血迹 他抢先手能力非常强 两边都是谁打到先手 先造成检约那边好打 是的 当然也比较考验AR的一个救人 海明的血球 如果给的合适的话 会是一个很厉害的救人 他是可以无视对方的血迹跟否决的 这局FY的海明蹲人会非常关键 中路NEC漏一下 BB扫图的区域 应该是被AR躲避掉 FY在蹲没避 BB开悟 但是当他们意识到AR也意识到自己开悟之后 在AR有准备的时候 他们还是没有 傍然去进攻 来的包下键再更新跳刀 BB目前来说确实是比较切先手的 他们每次的击杀都是 小狗不知道踩到哪里冒出来的洪流 对 就真的正儿八经 你要说 想去打先手杀人 确实还是比较依赖CK的跳刀的 CK跳刀或者船长后期会帮团队补一把洋刀 这种比较有质量的先手才能控到小狗 如果说CK跳刀配合机配这个跳刀否决 对于AR来说那一波会是比较不小的冲击 是的 这种先手就非常考验海明的反手 阶级目前应该也拉不太开 两边都没有找到太合适的机会 有可能会对刷到一个肉杉快刷新的局面 这已经在补了 对两边三号位其实都比较偏功能性 查理斯的话就是一个护团的点 然后船长也是一个目前团战比较强的A仗 轰凌浪潮 加上准备出羊刀 补一个强先手 结果AR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五人开悟 但先手点是在FY的海明身上 目前他们开悟因为对方带宝石啊 所以说AR的视野是比较差的 差度是一个五个人 看下这波能不能绕后 但是会踩眼 对 踩了对方的眼 老杜金飞过来 能变弹吗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一个斩直接秒掉了凤凰 没有变出弹 但这样的话NEC交了大招 自己装贴的否决又危险 小狗是给了一手钻 救了一下 这波BB没有能够形成起火 侧应的F选择了BGBTP 海明的雪球大招没有能够断到 但是正面的Pure应该是被卖了 这一锤没有留到 比较可惜 是的 但这波是 踩眼硬打 但是刚好打赢了 刚好撞到一个凤凰 凤凰第一时间没有选择交弹的话 被NEC直接秒掉 这波感觉凤凰有点贪了 对 然后侧翼的话 应该是CK想单切海明 但是海明被破晓成形大招救了下来 就导致CK直接就打不了了 对 这波感觉BB是犯了两个错误 就是凤凰被动先手 他其实飞出来了 飞出来了 他可以在过程中去变一个弹的 他是直到洛基都没有变弹 吃NEC斩直接被秒 而且不能买活 然后TA的否决 跟CK的血迹没有打到一个人 我们看凤凰 他是飞了一圈回来 还想再多秀对面一下 没想到直接吃了MAYB一盏 对 包括侧面这个 NEC斩本来低纯响气FY的海明 对 这波也是盛唐的 否决跟CK的血迹 没有能够形成合体的效果 打的不是一边 是的 冲BB的高台眼 但是刚好把BB的人切割开来了 对 这波打的也是非常敢拼 可以看到GPK在没有BKB的情况下 他前排没有CK 只有一个单穿着了 他还是比较不敢打输出的 是的 刚才也是把对面的宝石搅了过来 对 之前说哪边陷入哪边好打 对 这波显然是AR作为更敢打的一方 其实我感觉刚才AR冲过来踩对方眼 应该是BB好打 他们是没打好 确实是BB好打 刚才这个举动其实是比较危险 但是刚好对面的人是比较分散的 对 有没有集合在守那个高台眼 但是肉杉已经进刷一段时间了 这个白天的盾两边是一定会争夺一下的 这波CK有跳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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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台已经是被对方反掉眼了 现在是BB没视野 点了一组眼 这个眼应该是可以看到AR冲 能看到海明吗 能看到海明吗 能看到GPK的反应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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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非常在线 反应手给一个撕裂伤口 想留这边的船长开摩免 拉扯回来之后还有BKB 给了一个碗标记 Pure很聪明 小狗是用端规避掉这个标记 这波GPK有双背符 要不要斟酌一下再打 两边是稍微拉扯了一下 斟酌一下 斟酌一下 正常刺客的双背符效果还在 对 没必要打这波其实 对面已经站好高颇眼了 也开了大招 可以先拖一波对面的这个时间 让NEC往前先顶一顶 这个时候其实龙心吸瓦的NEC 即使对方有否决加血迹也不太好秒 这楼输点蓝 BB开悟选择了一个分开两侧的一个包抄 但正面脸上只能看到对面的BKB小狗和龙心吸瓦NEC 这两个点应该都是BB不太想开先手的 盾刷 想直接逼盾团吗 想进来主动去控盾 肉山的这个位置 凤凰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发挥的点 而且BB扫描扫到侧翼没有人 他没有扫盾 对 扫了外围 对于打盾这个信息 BB好像不是很清楚啊 NED4在外面很犹豫 不敢进去 NED4看到FI在外面想啥情况 跳进来想打FI 还是苗海明 凤凰过来放列之后 但是盾被先打掉 AR是狗带盾 凤凰变蛋看得不懂点掉这个盾 但是被点掉了 查理斯拉扯一下出来 带狗也出来 正面拉扯一波 但是天命的酱油伏法是阵亡了 I5买活第二天竟然在背后 查理斯个大招天王前 是平友这边留住 这波是打到盾 又打了对方一个三人小团面 一直交了一个辅助的买活 并仅是交出了FI的一波买活 这波对于AR来说非常的转 BB这边应该是safe 刚才是第一次人自爆想去抢盾抢奶 但是一个没有抢到自己白给了 对 感觉在双方肉山僵持这一波 BB他扫描 然后没有交到肉山坑里 对于对方师傅打盾这个信息不是很明确 对后续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错过了一个在肉山开团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对而且BB确实他们整体选择的先手点 基本上都是这个海明 因为海明确实具备反手救人的能力 是的 但是第一次人杀掉第二次人交买之后 你效果其实也就那样 是的 因为你动海明的话 孤发给一个衰老也可以稍微的救一下 你又不可能把全技能都给一个海明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这一波 戴头和目标还是挺明确的 对 等于说海明这一波是吃了对方双合最强一套 对然后save进来想抢盾抢奶 一个没抢到 而且老东京的这个凤凰变弹 其实他本身可以变在凤凰肉山的坑外面 对 他还是变到了里面 让这个BKB的大锤能够A到 感觉老东京的凤凰应该不是他辅助位上的绝活 凤凰是好像是BBJJTI一次选 first time to play Phoenix 刚才我有看到一个 因为两波团战感觉凤凰都是一个有发挥空间的情况 但是他的表现都不是很出色 这波大胜之后 maybe拿到自己的A杖 下间出林肯 林肯的话可以更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容错率 对 防一下对方比较强的指向技能 血迹 否决以及船长要更新的羊刀 主要是这把羊刀我觉得得防一下 这个极限球其实已经带了很久了 AR这边应该会有所防备跟信息 对 因为BB中期一直没有赢过团 然后船长一直在死 所以他这把羊刀是迟迟的更新不出来 找save save开启火星炼机 看下能不能找到F5有跳波 微光TP了 微光TP了 还没有宝石 但是跳刀在CD也没办法 但现在整体地图上 AR已经是压制的BB能够活动的区域已经很小了 对他们依然是采用刚才的想法 就是让不太好死的小狗一个人去单顶别的线 对 家人打得比较散 但是这样的获得地图的控制权确实是更多的 找到老东京的一个凤凤 找到老东京的一个凤凰 NEC过来直接补展 贝币已经是有五层了 还有两分钟 看一下 要不要去摸一下高地 但是楼这个 首位应该是不太强了 因为对方的这个阵容的爆发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 就是小狗摸高地 所以只要被船长水起来 圣堂刺客CK双跳切入 几乎可以顺秒小狗 所以上高地还是要谨慎 因为狗他本身其实是偏脆弱的 是的 他被先手 你看他2200血 楼也是在考虑出装 刚才标了一个强袭 强袭的话 其实是一个偏上高的装备 然后他还是选择了晕锤 那晕锤应该就是一个偏打架的装备 主要是强袭其实可以让查理斯处对吧 对 他自己只要刚住正面 能够刚住前面 小狗刚住圣堂刺客 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 AR的一三号呗 应该是沟通了一下出装的选择 对 查理斯选择出强袭 强袭对于团队来说会有提升 但是自己的刚真面能力 其实就那样 顺势兵线到高地 但是这个高地 确实不是特别的好上 船长就把关键的羊刀也是做了出来 这个羊刀一出的话 进一步的增加了BB的先手 对 目前的输出之前说过了非常高 他们可以顺秒任何人 小狗是在掩护古法稍微去爆一下这个塔 自己只能开魔免来A 一个预判性的洪流浪潮 但是魔免没有结束 对 A两下也是要赶紧走 因为他如果说 魔免上去A两下被船长标记的话 他可能被迫还要再开一轮BKB才行 对 目前来说AR的压制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他们是把BB关在了高地上面 但是代线的查理斯我觉得是需要小心的 要出去找查理斯了 BB这个开悟开的还是比较提前啊 没有等到对方盾销 而是想打你一个出其不意 在地盾还在的时候我来找大锤打 要小心 查理斯是有BKB的 但船长有羊刀看反应了这一波 但是感觉 仰刀 仰刀先手标记 CK过来一个跳拉给血击 应该是控制点接满了 BB这一波找的点还是很准 嗯 确实打的 这一波的处理是比较清晰的 对 就是在其他人出不去的情况下 唯一的突破可能就是这个 单带线的一个破晓成心 那这样的话AR的这一波盾销之后 BB我觉得很有可能会直接出来打 对 这60秒钟 AR要非常谨慎 好消息是正面扬到漏了 会有一个这个反应的空间 对 AR其实整体包在一起的话 有古法衰老 海明的跳血球 包括小狗的砖 他的护救能力是很强的 嗯 但是一旦分散啊 对方这个激火杀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杀了一个破晓成心之后 BB是迅速的出来扩大活动范围 然后压到了中路 GP这个出装真的非常弹啊 就是一键保命装不出 就意味着整体AR如果能打到先手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还是非常好打的 对 但是他这个出装也确实非常的暴力啊 暴力 一旦他们抢到先手 秒人也很快 给你的反应时间也很短 买活都不留了 直接跟大跳的哦 对 EEC的这个装备 按理说肉度已经是可以了 而且还背着一块奶酪 但是面对对方双合的这个激火 感觉也不一定能活得下来 来了打先手 看一下这一波的一个先手跟找图的质量 上有个双背服 有个踩眼的CK 有个踩眼的CK 但是CK非常的敏锐啊 远古没有打完就直接跳回家了 对于对面开悟的这个意识还是很到位的 打个魔方想着一下一个人应该打不过 开悟抓不到人 能做事很有限 然后BB的话是踢回来进行了一波集合 高抬这个位置有BB的视野 刚才查理斯是在这个位置被先手到了 对 他有所防备 宝石反一下 打到这个阶段的话 双方很有可能会再等一带的盾的时间 两边都更新了比较关键的装备 一边强袭 另外一边圣堂应该是已经来到了六神 是的 是一身纯输出装的圣堂刺客 马上25级 战斗力还是非常强的 这一盘Nightfall跟Pure 其实相对而言都是比较偏帮他控制的 是的 这把的组合其实是中路的GPK 在出了一些功能性装备之后 直接出玲珑星 两边队位都有强袭 然后NEC是又补出了一个自保的林肯 我觉得AR现在得打 因为老洞金 还有点睛手 他马上也能跟羊刀了 是的 他们现在得找机会打 两把羊刀 其实海明的水球就比较难救了 哎 这里带狗 找人 有视野吗 想找后排的谁 好像是GPK的圣堂斯克 大鱼垂尖掌 救你了 不出保命装 是的 找到了一波机会 他这个露线的位置 队友其实蹲的人不是很多 他身旁其实是有人的 但没想到对方的人这么多 对 刚才那个位置 要么老洞金反应快点直接变弹 对 感觉也救不下来 而且GPK直接是更装备 没有牛买活 哎 这一波AR战上高地 BB缺少主力输出点 圣堂斯克 别被忙 忙传到 狗开出了磨灭 开出了磨灭 那这样洪流浪潮也空了 再往前追 他炸弹人高地伤害很高 以前的位置有点危险 赶紧吹风 TA不再没有否决 还好 再水起来 再给衰老 问题不大 幻想全被清掉 这一路随便拿下 必须一个塔帮56秒 这里TA如果不能买活的话 这一路BB应该是守不了了 我觉得两路起码 BB想打 BB觉得如果说两路放掉的话 会有点难打 对 开悟想打 要利用自己的雷阵 这个盲水接 接羊刀拉回来 伤害很高 海冰 但小狗还是被击杀了 技能好像是有一些CD 那这样的话 这个残局凤凰变弹的位置 也很不错 晕住了两个人 给F1应该是吃了一块奶酪 回下状态是 潮起步又推回来三个人 而且是推到了炸弹人的雷阵上 雷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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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这波要走了 船长买活圣唐复活 这波要赶紧走 正面只能是卖掉海冰了 这波应该又是一个盲水 然后轰流浪潮把小狗拉回来接养 对 其实海冰就已经是救到了 但救完之后的话 应该还是被炸弹人的炸弹给炸死了 血钱太低了 但是下路抓到GPK这一波 还是让AR建立起了9000的经济领先 包括破离路高地 比较关键的点也是把船长的买活打出来了 对 刚才我注意到BB在守高地的时候 应该是比较紧张的 他甚至没有开高地塔的防御 没有开高地塔的塔防 他是浪费了一个塔防 因为掉塔会再刷新一个塔防 但这一波的话要打 FY直接买活 打盾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盾已经刷了狗还有4秒钟复活 海绵枪满之后 BB的这个血量 字节少一个人的情况下 不太敢打了 只要是少一个人 这样一来的话 盾虽然打得很快 但是 哎呀 反应的也非常迅速 扫得很快 立刻交买 对 BB直接不敢打了 双方人起 还要应来一波团战 哎 哦 没事 不能买活的船长战备 其实是比较靠前的 那边小狗应该是已经钻了 小狗钻了 钻海民 想偷盾吗 里面有一个TA的陷阱 还是想打先手呢 感觉要打先手 FY破卧 给一个并片开视野 很可惜没有开到 如果能开到人的话 应该就上了 先把里面的陷阱反掉 扫描了一下BB 人在的位置 这个盾AR也不敢轻易打 想让NEC卖 然后海民去打一个先手 或者后手就NEC 看一下BB怎么选择 这波优势是在AR的 AR除了FY全面有买 对 AR的买活动策略很高 而且可以马上提前套支援 BB开悟先撤一下 侧翼的树林是被查理斯开掉了 正面只能动这个NEC 他们是很不想动的 NEC有林肯有吹风 近来在敲敲里面的陷阱 把对面的人逐渐赶走 AR打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让Mayby走在最后面吃技能 对方一直在B的话 就选择空盾B团 毕竟AR这波是有买活的一个容错率在 是的 你来不来 这波BB应该是得来的 船长过来放了一个水 正面好像是扬住了查理斯 接一个潮起波推回来 查理斯直接被秒掉了 可以买活 对面没技能了 查理斯可以买活 凤凰交了便当 别急 这波还是随便打 查理斯有买 肉杉血量还是比较低的 对 对面没有技能了 这波想打盾 逼对方过来之后 查理斯买活再来反打吗 这个肉杉 两边都不想放 卡在了这个位置 铁铁远程去消耗 小狗打盾的速度其实也不算很快 还有一个 瞧到小狗 海民跳过来 一个雪球救下来 凤凰的便当位置非常的不错 雪球抱起来之后呢 小狗指望选择了买活 查理斯也买活 看一下这波团战的一个后续 男的波正面再打查理斯 查理斯买活之后的解量很危险 但是没有阵亡 反而是NEC斩死了CK CK是不能买活的 再往前追击一个残血C5 也被击杀 但正面的话 AR也是死了两个不能买活的人 小狗还要往前追圣堂 中了一个魔晶陷阱的陈柏 不敢再追了 两边正面面 目前是一个三打三的残局 得回来打盾 得回来打盾 肉杉 血量很低 NEC赶人 特意击配是切死了古法 再放一个水 但狗是开BKB 捡到了盾和A杖 是的 Pill这边应该也要证我 买活死的船长 这一波是拼到最后 AR非常不容易的 空到了三代肉杉 对 AR交了四个买活 应该是 四个买活 查理斯和FY 两个买活死 对 确实船长这种水 作为小狗来说 是比较难防的 对 第一时间 FY反应已经非常迅速了 但是小狗还是阵亡了 里面的A杖 应该是直接小狗自己吃了 也有一个限制对方物理核心的效果 小狗A传达身呢 还是很舒服的 对 这波名牌的船长牌不活 没有船长 没有这把杨刀 走带盾 应该可以去站上高低 嗯 古法还在 比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要注意一下 凤凰刚才应该是刷新第二个弹好了 是的 凤凰是攻击了一个刷新球 对 他没有杨刀 我觉得对于AR来说是比较好的消息 因为老仁丁刚才应该想接那波团 直接跟了杨刀 直接跟着刷新 要不算了 现在少人 现在少人有点不太赶上 毕竟这个TA的爆发还是很高的 而且CK已经活了 上高还是需要人骑 直接跳出来给否决 打得非常的凶 GPK CK甚至有点想追 想抓一个对方支援点 大锤没有复活的timing 其实楼的这个出装也是一个非常偏进攻的出装 他本身的肉度现在已经不是很够了 多次看到团战当中他只要被控 哪怕开出磨免也会死 他是要PKB磨免 然后再接磨免这个 可能会对他的环境稍微有点帮助 但是对面的物力输出有点高 高地上无限的陷阱和雷 加上圣堂刺客的一个引力 NEC瞬间半血 小狗想拆也是只能A两下 马上钻了一手NEC撤回来 非常关键的一个 CK已经要给跳晕了 CK混乱之间已经抬手 这个高地还是不好上 刚才在没有杨刀船长的情况下 都如此艰难 如果船长有杨刀的话 给一手杨先手 只要杨刀人这个人可能就死了 FY的位置 FY应该是更新了PKB的 吹风加PKB这样尽可能的在团战之中 去打多几轮的一个救人 对 眼卫其实看到了一个CK FY直接跳出来打先手接一个雪球 接大云锤加天光现世 买不活 Nite4下高地给了一波机会 踩了AR的现眼 这个线非常致命 77秒的时间 这一波可以打 少了CK 其实是少了比较关键的输出点的 对 但是 推回来接杨 爆破起飞 小秒小狗 小狗是有盾的 还好有盾 输出真的很高 盾被打掉 想继续尝试上高吗 对于AR来说 他们是并不知道CK到底有没有卖 他是没钱 并不是没有CD 所以还是要谨慎 上来看一看25级的小狗 用摩免去A塔 BB已经是没有塔防的一个情况 同时中路NEC也在消耗 想打一个双核的分推 又是推回来想接羊妈 破林肯 皮尔想往前走羊 上塔是被查理斯给偷到 现在BB空手两路都没有高地塔 但是想再往前站去AB赢的话 位置会更加的危险 我觉得AR 20秒的时候可以尝试做集合了 因为这时候应该可以确定CK 不想买或者买不了 对 想强推一下上路的金战兵 想参防凤凰 对 查理斯是突进去 帮队友吸引火力 掩护小狗拆掉了金战兵之后 自己开BKP撤出来 水上烙烟效果比较一般 再拆远程兵 海明 雪球 稍微包一下 风流浪潮 然后往回带 潮汐波推回来的小狗 但这波CK3秒活 并要等一个复活时间 这样的话AR应该是正好撤走 NEC吹风 再躲一手水 再往回一个摩基 拉扯回来 这一路并不确认的直接破掉 这个抓CK还是干了比较多的事的 是的 手握两路优势在手 可以稍微的稳一下 好像 想再压一下对面的三条区 对 还是想压对方尽量少一点发育空间 不太想让对面出来 扩大一点经济的领先 包括不想让对方打出这个可能缺少的买活钱 但是我觉得AR得稳一下 他们还有三分钟才有买啊 对 稳一下稳一下别在对面也去呆着了 对面是很有可能出来的 这波对AR来说是没有容错率的这三分钟 嗯 可以先抱团打一个对方的魔方 做一些比较稳妥的压制 人只要不太分散就还好 查理斯也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打前 出口跟了刷新球 他有两羊 我觉得现在小狗要不也考虑出林肯 林肯越多越好 对 或者有没有酱油帮他出一下 他是跟了一个大跳刀 是的 跟了迅击闪光 这是一个纯抢先手的装备 对这个就是直接去打协入了 我不出林肯中保命装 不出防装了 是的 我就配合我这个 首先我有钻 我可以第一时间切入 第二时间我有跳刀的一个追击 是的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如果说能打先手 确实就不需要林肯这种防御装备 我正面只漏一个有林肯的NEC给你看 哎 破林肯 破林肯给否决 但距离比较远 水是没有能够水起来 问题不大 而且知道NEC旁边肯定蹲了很多的人 这波中路感觉AR是有点想打 先压在这边 还是老样子蹲一个现眼 看谁会出门给机会 没必要呀 还有两分钟的一个买活 其实 严阵以待 高低的最后一路 让BB的炸弹人反而比较明确啊 摆好雷阵 就等你来 这个高低很难上 而且对面这个输出量 你很难去依赖小狗的一个狂暴去上高 是的 摸都摸不了 还是非常依赖有盾的一个情况 现在AR也是先压着 手眼 如果对方出门 站位不好的话可以打 不然的话 他们是可以看情况撤退的 对BB来说 他们应该是非常想利用 船长的刷新双扬出来做点事了 马上肉扇盾就要禁刷 是的 现在肉扇没有禁刷 禁刷之后BB应该一定会出来打的 现在已经是陆续抱团出来掩护老东京繁衍了 AR也是整体避到了中下半区 查理斯要不小心点 看对方上路露线的话 他在上半区应该是要小心一点的 他跟队友现在有点远 因为上一波其实出现过这种情况 AR想利用破晓晨星的高机动性 但是对面找破晓晨星打 其实就会有点难防 好 BB要打的话肯定还是要开悟 他们目前还是先手高抬的假眼 因为这个时候肉扇没有禁刷 开悟打赢了一小波 或者双插一个人的话 没有什么太多后续的收益 好消息是这段时间AR的买魂 应该是CG都快赚好了 对 凯明的话更新A账 查理斯之前更新了羊刀 然后NEC应该是又捕了一颗龙心 双龙心 林肯西瓦吹风 突出一个能顶啊 思路就是非常明确 小狗去打切入跟输出 我就顶在前面 4700血 NEC中路露线 想勾引BB动手 而且NEC有买 对 有买有大飞鞋 这波是NEC想直接上了 看一下BB想从侧翼切吗 动NEC吗 穿上是有扬刀的 要到先手 需要破林肯动 TA先A一下试试看 不痛不痒 问题不大 对 小狗 站上高地 A到对方的所有陷阱 包括雷 先青草战场 FY直接打先手 把TN 盛囊色的踢了回来 但是TN有跳刀 没有破阻弯的话跳走 海明的位置反而很危险 无法输血的话 是一个自爆炸死了海明 海明是不能买活的 这波正面 A压仙剑员 NEC一个斩暂时 没有斩死人 炸弹人是一个残血 NEC被拉回来之后 自己也被击杀 极限吹风落地 两龙心也被带走 这波抢先手 但是圣堂刺客 有折光跳刀 拉扯开了 圣堂刺客 虽然是没有任何保命装备 但是敌权反应比较快 主要是第一时间 他们唯一的羊刀 快要成心是不在场的 他可能第二时间到 如果说能够跳回来接羊 我觉得这个圣堂是 基本上就死透了 感觉AR的沟通需要再细一点 就是海明跳海上飞踢 回来的那个落点 小狗需要接到跳大云才可以 这个就是因为第二手空没有接上 被BB打了一个反先手 因为海明那个位置进去 他自己肯定出不来了 或者干脆你破晓神经就第一时间在场吧 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踢回来的位置 没有人接第二手空 狗是走过来想接大云的 没有能够接上 然后反手的话 海明被杀 正面小狗又是被 船长的这个水来回空 从侧翼又补了一手羊 Pure的空给的很聪明 他这波是刷新球的 战斗力有点太强了 是的 我觉得大锤要不就第一时间在场吧 他确实依靠这个小狗的 跳大云去补控制 有点夸张了 让大锤这把羊刀 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起到作用 对 FI刚才应该是跳进去之后 也BKB没有开出来嘛 他其实是会动的 先手失误之后 BB的反打非常的凶狠 直接逼到了AR的基地 因为上下两路二塔都在 BB要打只能拆基地 逼出了AR的塔房 其实盾已经刷了 这里BB还是有比较冷静的人 选择了先行撤退回去空盾 这个盾的话 简直要被BB拿下了 因为AR交过还有30秒 显然是不想交买的 二塔推掉 看一下他们整体的一个走位 是打了肉山附近的一个探号 老东金 16秒15秒 但是BB这个输出量 打盾应该还是比较快的 这个时间狗的买回是不可能交的 那这个盾的话 基本上也只能是给BB控了 扫描是知道了对方打盾的一个意图 看一下来的快不快 在赶 狗的话其实是已经复活了 要交这本TP吗 这波打盾CK不在 其实没有那么快 但是来的时机狗跳进来想直接抢 想拼一波吗 没有能够抢到 TA是夺取了不少之守护 有点尴尬要赶紧后撤了 位置有点危险 赶紧钻NEC上车 正面大锤降临是被逮走 因为大锤大招是不能取消的 这个时机还是千军一发之际 是在肉山打掉以前进去了 但是打到了肉山没有抢到盾 抢到啥了不 抢到了一个服用 也还可以接受 但是查理斯又阵亡了一次 还是有点伤处 现在这个TA带盾以后 目前的场面有一点不太好控制了 这个TA带盾现在肯定是要去 逼迫压缩AR的 他们甚至可能选择直接上高 去逼你查理斯的买活 我都觉得 是的 但是还好是有两路的优势 整体的上路兵线需要人回去处理 现在AR的唯一优势应该就是 破了两路 然后自己有双二塔 但是正面打的话 我会感觉小狗和NEC的这一套出装 已经有点过他们的双核强时期了 对他们目前 面对对面这个刷新球船长有点没办法了 对 现在刷新船长和刷新凤凰的双团控质量 以及TA和CK的输出 整体团战感觉BB是比AR要更好打了 打团来说的话 AR目前的画面感确实没有对面强 还是看能不能打到高质量的先手去打逐个击破吧 对 如果在手高的时候呢 像海明刚才那个海向飞踢去往回接查理斯扬刀 包括狗的大晕会更加容易一点 CF也在补充自己的扬刀 哎 往回踢能接吗 这波是有标记的 但是把雪球带进来了 标记是带回来了一个海明 吹风了一下落地之后 再用雪球包自己 但是跳刀应该是CD了 海明还是被击杀可以买活 海明选择直接交摆 正面NEC也是一个吹风 落地之后通过魔晶队友去掩护一下 这波FY上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贴上的标记 想再来一套吧 但是原地被定住 没有能够把人踢回来 凤凰顺势变蛋 选择全部激活去打凤凰的这个变蛋 但是打爆了 但是人也被控在了原地 正面海明是一个买活死同时后 晕住了查理斯的一个大锤 大锤的位置很危险 TA继续输出 大锤也阵王也不能买活 EC要斩死了一个CK CK是可以买的 TA是个有盾 再击杀一个船长 前来看怎么能守TA的尸体 TA马上跳走 反应很快 这样CK也是不用叫这个买活 想反打 否决给到了EC 落地找TA TA被激活 凤凰猎人只好在救 TA原地战装 C5也在掩护 C5也在掩护 这波CK选择了买活 狗用A杖钻了一下TA 限制TA的输出 马上钻出了TA 漂亮 但是TA也瞬间选择买活 对 TA瞬间交摆 并且大飞瞬间回到战场 配合买活的CK TA应该是可以有机会成功的击杀梅币 给了一个摔老 再开拥魂护照 否决 TA给出了一个自动 但是梅币非常的硬 他打了CK一个买活死 GBK非常危险 看一下这波 GBK最后的CT GB 这波好像死了 漂亮 买活死 拿下 哎呀 双核买活是打到了BB的一个双核买活死 是的 MAYB的NC太硬了 最后一波反推过去 这里是一个已知对方 双核买活死的信息 是的 他们非常想击杀MAYB的NC 但是这个双龙星就一直在战场上存活 在最后一波他打出了无限的输出 对 没有输出 MAYB是不可能死的 这波已知双核买活死 感觉可以直接激地 随便 已经赢了 是的 很稳 先破三路再拆基地 可以轻松的拆 想拆什么拆什么 对方是只剩两个有空没输出的人 嗯 空吧随便空 把对面家的建筑全部拆干净 58分钟的时间 炸弹人跟船长 还在富裕晚炕 但是确实没有输出点 他们两个人显得很乏力 虽然花里胡桑记得很多 是的 哦 有点危险 炸三人 有什么用呢 把查理斯炸到了一个小危险 但是狗一钻 回到安全雪亮 最后三盒都在情况下 GPK敲出击击 看得出来非常不甘心 MAYB就圈瑞跳舞 好 恭喜AR拿下了这场卖者组BO3第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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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